这块原石我出三百万 四百万 一千万 两千万 三千万 五千万 一个亿 呦 美女长得这么漂亮 怎么是一个人啊 看在你长得不错的份上 给你个机会跟着本少吧 我保证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 出入都是高级场所 各种名牌包包买给你 麻烦你们走远点 我在这里是等我男朋友的 有男朋友啊 那更好懂事会的还多 本少爷就喜欢你这样的 跟着本少保证你 以后不再为钱发愁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有男朋友 还有别怪我没提醒你 我男朋友脾气可是不怎么好 如果被他看到你们 在这跟我搭讪 一会他做出来什么 伤害你们的事情 你们可别后悔 我们黄少看上你是给你面子 你知不知道 在岭南这一亩三分地 只要黄少说句话 就没有谁敢说一个不字 你最好不要叫你男朋友过来 否则的话 保证让他没有后半生 不可理喻 既然你们不离开 那我离开 香早 我同意了嘛 我告诉你 今天你要是不同意跟我在一起 我就把你家查个底朝天 保证你们全家明天 就消失在岭南 既然好好跟你说你不听 那就别怪姑奶奶 我脚下不留情了 还是个辣妹子 脾气还挺大 越辣我越喜欢 来来来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脚下不留情 还好我躲得快 否则今天真被你废了 真没想到你 居然下手如此歹毒 大黄 把他给我送到我家去 今天我要好好教教他 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女人 好的皇上 您放心 我一定给您办得明明白白的 十三哥哥 救命啊 敢动我的雅镜 我看你们是活你了吧 刚才的巴掌 是给你们一个小教训 赶紧滚蛋 我可以放你们一码 否则我一定让他们痛不余生 我手机都被打坏了 我教训你还差不多 不就一台手机吗 我这要多少有多少 臭送外卖的装什么大款 就在我的视频左下角 苹果15和华为Mate60都有 不信马上去下载 注册领一台 苹果华为二选一 这种都是骗人进取助力的套路吧 有我把关 不玩套路 实打实地给大家送福利 不信你现在 就可以试试 点击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 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 进去挂机升升级 甚至有机会 把苹果华为一起拿下 那升级肯定不容易吧 不难 左下角更新了全新鬼幅版本 一人独占全幅资源 而且信号注册 就能先领998 再手冲一元 拿下满街神装 和十亿元宝 一键清空商城 挂机三天能升上千级 苹果华为轻松拿下 哦 居然真有 臭松外卖的 你以为告诉我们 哪里送手机就能饶过你吗 还想着学别人英雄救美 你知不知道 刚才你打的 可是领男手去一指的 皇家大少 黄梅少爷 赶紧给黄大少下跪道歉 否则 一定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你们欺负我女朋友 还让我下跪道歉 老虎不发威 你真当我是病猫不成 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 一分钟之内 离开我的视线 要不然 我保证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美女 你长得这么漂亮 怎么找这么一个 臭松外卖的男朋友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当着他的面亲我一下 然后跟我走 我马上就给你一百万现金 并且保证你以后 吃香的喝辣 怎么样 刚才给过你们机会 既然你们不珍惜 那就只能怪你们命不好了 十三先生 请等一下不要动手 老孙 你在里面不是处理原始吗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还有这家伙调戏我女朋友 当着我的面挖枪脚 实在是太嚣张了嘛 我教训他你 为什么喊停我 十三先生有所不知 岭南一共三大家族 这便是其中之一 其实力恐怖 而且这个黄梅 是黄叔朗的掌中宝 你要是动手打了他儿子 这个黄叔朗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以他的性格 大概率是不会让你离开这里的 所以还是算了吧 十三哥哥 强龙不压地投舌 要不然就这么算了吧 反正我也没有吃亏 我只要想离开 这个世上还没有人能拦得住 这家伙调戏我女友在先 威胁我在后 今天我就这么放过他 以后他见到我 只会觉得我好欺负 今天我一定要让他常常记性 让他以后再也不敢招惹我 也十三 老大 那边那个老头 不就是你之前 一直要找的 赌食高手孙行者吗 之前你一直要挑战他 他无应战 没想到 今天居然在这里碰上了 还真是他 看来那个美女忘了 刚遇见他 就让我遇上了孙行者 这要是跟我在一起了 我皇家还不成 这岭南第一大家族 今天必须把这女的给弄了 十三小哥 你消消气 刚才你动手打了他 我现在过去跟他说说 让他过来跟你道歉 这件事就这样吧 老头 你是搞笑吧 他动手打我 还要我给他道歉 不过想要我给这个 臭松外卖的道歉 也不是不可以 咱们赌食比一场 战胜我 我就道歉 否则今天我不仅不会道歉 还要把这个小娘子给弄回去 丁 发布特殊外卖任务 代替孙行者打败黄梅 维护自身尊严 奖励现金十万亿 我替孙老应战 你输了 给我下跪道歉 我输了条件随便你提 少爷 这个松外卖的 这么主动应战 小息有诈 一个臭松外卖的而已 正好我可以在他女朋友面前 狠狠地打他的脸 让他没面子 到时候我挖墙脚更容易 还是少爷想得周到 好 我答应你 不过原始的资金 你要自己出 不能依靠孙老头 一会挑选原始的时候 你看上哪个 我就跟你抢哪个 让你一块也买不下来 看你怎么胜我 到时候你女朋友知道 我有如此实力 一定会崇拜我 爱上我 根本烧斗 让你连裤衩子 都说得一光二镜 没问题 那就麻烦孙老 随便找一个原始店铺吧 十三小友 开出帝王率的概率 可是高到百分之百 跟他逗 你小子真不知道死活 既然你们都已经决定 那就跟我来吧 这块原始价值100亿 估计是这家店铺 能开出来品项最好的了吧 这下我还不赢定了 几位随便看看 看上那块原始跟我说下 我给各位报个价 老板 我看那块不错 多少钱 我要了 小哥真有眼力 这块原始价值55万 你要是要我给你优惠点 给我50万就行了 好 这块原始我要了 给我收款马吧 到我展现实力的时候了 老板 慢着 这块原始本少爷也看上了 我出60万 80万 200万 300万 400万 1000万 2000万 3000万 发财了发财了 遇上两个财神爷 几万块进的货 居然被喊到好几千万 臭送外卖的 你有这么钱吗 就跟我喊 我警告你 一会喊过之后 没钱结账 老板一定会嘎的你的 三藏先生可是看到 十三小友 卡里 有好几百亿 这点小钱算什么 真是无知者无畏 跟我比钱多 我还没怕过谁呢 今天我让你看看 什么是实力 有能耐你就接着喊 否则就闭嘴 再一边看着 我装十三就行 谁说我不喊 五千万 一个亿 你你你 一个亿 臭送外卖的 我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拿出来 这一个亿 老板给我个收款账户 我现在转钱 这一费 我现在转之后 我再变 小人 你 我再来